2021年年初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 莫过于三星堆遗址新发掘的六个祭祀坑 这是继1986年出土大量文物后 第二次规模性发掘 这次发掘出象牙 青铜人像等遗物 此次发现的诸多器物带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 不过 新发现依然没能彻底揭开三星堆的诸多谜团 倒是再次引发了业内对奇书《山海经》的无限遐想 《山海经》自现世以来就被誉为《上古奇书》 成书年代不详 作者不详 全书记载了四十多个方国 五百五十多座山 三百多条水道 一百多个人物 四百多种神怪神兽 很多事物闻所未闻 光怪陆离 连司马迁都认为《山海经》所有怪物 于不敢言之也 尽管如此 依然有不少学者热衷于破解《山海经》之谜 不少人坚信《山海经》记载的是人类缺失的未知文明世界 甚至有人声称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书中所记载的山川 生物 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之后 也印证了《山海经》所记载的部分内容 比如《山海经》海外东京记载 汤谷有扶桑 十日所遇 在黑池北 居水中有大木 九日居下之 一日居上之 书中描绘的扶桑树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高度相似 再如《山海经》中《赐九经》记载 有东北三百里 约明山 奇寿 多西象 《三星堆》祭祀坑发现的大量象牙 印证了《山海经》提到的古蜀一带 曾有大量象群活动的记载 照此看来《山海经》绝非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神话书籍 其内容是有事实背景作为依据的 难道在先秦时期真的存在一个我们未知的文明世界吗 在弄清楚《山海经》和《三星堆》的关联之前 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三星堆》到底是个什么堆 过去我们曾一度认为《三星堆》文明时间上限 在距今四千年左右 也就是与夏朝建立同期 但随着新的祭祀坑的发现 专家在对六个坑的73份碳泄样品进行碳十四检测后 得出一个相对精准的年代上限 急剧经约三千二百年至三千年属于商朝晚期 此外 《三星堆》曾出土有二里头二期文化风格的陶河 这也佐证了《三星堆》文明的年代上限是落入商纪年的 那么《三星堆》人和商朝之间互相知道对方吗 巴蜀之地在古代虽然是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但上文已经提到 《三星堆》中出土了二里头风格的陶河 其铸造青铜器所用铜矿经过矿源检测 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 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野矿矿源一致 显然 《三星堆》当时与中原王朝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商朝在内的中原王朝对于巴蜀之地存在一个神权方国 也或多或少是知晓的 但由于《三星堆》至今没有发现直接的文字记载 所以这种联系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方式进行 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值得一提的是 《三星堆》所呈现的整体面貌是一个没有突出个人本位 没有公式大墓的方国 与同期中原的殷商王朝已经形成的世俗政治、宗法制度相比 《三星堆》人还处于祭祀和巫术气息比较浓厚的神权社会 方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大祭祀 所以《三星堆》的文明发展程度和目前已知的出土文物 还没有超出既有的认知范畴 那些无端揣测《三星堆》是外星文明或者埃及文明西迁的说法 并不可信 如果非要给《三星堆》是个什么堆下个定义的话 那么《三星堆》应该是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向多元皈依过渡过程中 因不同地域环境影响而造就的一个带有极强地域特色的宗教方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山海经》 《山海经》成书年代不详 但根据其内容我们能大体绘制出其所处的时代脉络 比如《湖南子弹库》《战国储木》曾出土了一件博书 上面会有有12个人兽杂柔的神怪 与《山海经》中记载的蛇手鸟神 鸟族三头人 四手双身连蹄鸟等极为酷似 再比如《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简读日书》 曾描绘有一种叫穷奇的可以吃梦的神兽 一种马尾拳手的赤屎兽 都与《山海经》中的怪兽颇为相似 《商周》的归藏一书中涉及到女娲 皇帝 炎帝 吃游 室屋 皇屋等神话时 野军与《山海经》能够形成关联和呼应 所以《山海经》所描绘的未知世界 并未超脱上至周代下至秦汉的文献 所呈现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人们 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 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科就认为 《山海经》出自战国时期楚人之首 历史学家蒙文通根据《海经》中有巨烟大楚之名 《山经》中黄泽之名判断 《山海经》成书于周定王五年与梁慧王三年之间 由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基本的脉络 三星堆文明兴盛于商而衰落于周初 巴蜀的地理封闭 并未将三星堆的诸多故事和传闻完全隔绝 而是碎片化地流传了下来 并收录到了后世的诸多文献记载当中 比如正统史书《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 就有关于三星堆的碎片化记载 由蜀猴残丛其纵目 而《山海经》则是基于真实历史流传故事 经过神话加工 造就了一个个稀奇神秘的上古方国形象 所以在剥离《山海经》中的诸多荒诞外衣后 我们会看到其所呈现的世界 正是我们上古时期所真实存在的 华夏多元文明起源 三星堆正是其中之一 华夏多元文明起源